我的手先這樣施展上水 注意不要有總肩的狀況 這個時候我把拐杖的尖端 放在我的腳趾頭外面 第五隻腳趾頭外面 大概15公克的地方 這時候再請床人協助調整高度 到大概我腋下的地方 現在穿著衣服可能看不到 不過這邊有一個肌肉的線條 大概就是這個位置 大概這個高度來講 才是比較好的 才是比較正確的 所以顯而易見的 這個腋下拐座來講是太短 那我們通常就是 在病人需要腋下拐的時候 請他們做這樣的姿勢 然後跟他們說 你的拐杖大概是需要怎麼樣的高度 或者是說可以請病患直接去買來之後 那我們就是在肩膀上跳成這樣 所以租行器的選擇也是一樣 這個高度也是有點矮 他選擇的方法跟剛剛的四腳管一樣 就是我這樣站著 雙肩自然下垂 這個把手 也是應該要在我的手腕的位置 才比較好 不過現在的住行器 大概都是可以調整高度 所以需要調整到正確的高度 另外要注意的就是 住行器在前進的時候 我們會叫找病人說 你一定要把他整個抬起來 再繼續往前走 有些病人會用這樣子軌的 但是這樣子其實 因為重心不穩會比較危險 所以記得一定要把他整個抬起來 往前一步 然後腳再走 然後再抬起來 再往前 就是說通常這種走動人 雖然很多都是病人自己推 但是其實很多時候也是照顧者在推 那像我們以前就會跟病人的招呼者說 你要推 譬如說出門 或者是碰到下坡的時候 就是不要讓病人是走在前面的 對 你這樣子 然後如果又下坡的話 這樣其實非常難控制 因為我們上肢的力量 你要這樣拉一個很重的東西 大概比較沒辦法 所以我們一定要 就是反過來 就是讓我們推的人 不走在前面 就是慢慢的走 出門的時候也是一樣 出門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讓病人是 背上那個門出去 這樣子會比較安全 而且手的力量比較好控制